一年聚亏14亿 公司老板沦为老赖 曾经公开叫板董明珠的空调大王 如今彻底凉凉了 曾扬言要造世界上最好的空调 如今却自身难保 只能靠变卖家产续命 说起国内的大家电市场 格力 海尔 美蒂等品牌 在近几年来尤其活跃 但实际上 在空调领域曾经还有一个品牌 和格力 美蒂 奥克斯并驾齐驱 被称为中国的空调四强 它就是至高 从格力挖高管做技术研发 再到后来挖成龙做代言人 曾经还放出豪言 要单挑董明珠 要造世界上最好的空调 至高空调在中国的空调界 可谓是声名远扬 然而曾经有多高调 如今就有多落寞 曾经的空调大王 如今却巨亏数十亿 无力回天 创始人李星浩也沦为了老赖 虽然李星浩为了续命 多次变卖家产 但是翻身的希望却十分渺茫 一个一手缔造出百亿商业帝国的企业家 最终却深陷泥潭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至高的故事里 绝对的主角是创始人李星浩 回望李星浩的创业经历 恰似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剧 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企业家在欲望和时代浪潮中的浮沉 李星浩出生于广东佛山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 高中毕业后的李星浩想要走出农村 他发过传单 卖过冰棍 半国支带厂等 尝试过很多行业 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李星浩在做空调维修工时 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接着李星浩注册了一家制冷设备维修中心 从此便和空调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星浩是个有心且细腻的人 他在维修空调的过程中 通过不断研究和尝试 逐渐掌握了空调压缩技术 胸怀壮志的李星浩不再满足于维修领域 他想拥有自己的品牌和产品 1992年 他找到台商合资 两年内建起了20多个配套厂 创立初期的路走的十分曲折 因为空调销量一直很低 台商以看不到前途为由直接撤资 还宣称制高空调已经破产 导致公司被查封 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 好在李星浩凭借着好生育 融资了800万度过难关 创业初期 李星浩采取了低价策略 迅速打开了市场 凭借着价格优势和过硬的产品质量 制高空调迅速崛起 成为中国空调行业的一匹黑马 随后制高空调可谓一路高歌猛进 李星浩因注重产品研发 使销量逐渐上涨 从1999年的20万台 涨到2004年的280万台 到了2005年 科隆被海系收购 一大批科隆的技术骨干 被制高收入囊中 制高因此 摆检了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知识 在2000年之后 李星浩更是迎来了事业上的巅峰时刻 2006年到2008年 制高营业额分别是45.35亿元 57.16亿元和59.21亿元 营业额保持三年持续增长 到了2009年 制高空调在香港成功上市 李星浩的个人身家也水涨船高 达到了8亿港元 2010年 制高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营业额突破了100亿元 一度挤进空调市场前三名 与格力 美帝 海尔 三分天下 从一个卖兵贯的穷小子 到身家亿万的上市公司老板 李星浩的草根逆袭之路 激励了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然而成功也为他日后的失败 埋下了伏笔 站在成功的巅峰 李星浩的内心开始膨胀 他不再满足于现状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高的目标 超越格力 成为空调行业当之无愧的王者 他曾公开表示 我从未觉得自己的贡献低于董明珠 言语之间 充满了对格力掌门人董明珠的不懈和挑战 在2010年的时候 制高空调的销量一度超越海尔 打破了持续15年的行业格局 成为行业第三 这一战绩更加助长了李星浩的野心 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 要将格力拉下马 让制高空调成为行业第一 他甚至还放出豪言要收购格力 李星浩的狂妄和自信 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他过于自负 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也有人认为他敢于挑战权威 是行业的搅局者 然而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李星浩似乎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商业帝国中 无法自拔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 参加各种论坛和峰会 发表各种高谈阔论 他甚至还开始涉足足球领域 成为了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 一时间李星浩风光无限 成为了商界和体育界的红人 然而就在李星浩忙于打造个人IP的时候 制高空调的内部却出现了问题 制高的巅峰时刻也从此止步 并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着进入空调领域的企业越来越多 大家不再拼产品价格 而是开始拼服务和技术了 格力 美的 以及孩儿等品牌 开始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 自己的产品也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吸引力 据悉 美的是中国首家 研发投入超过百亿的家电企业 格力更是投巨额资金 建立三大基础研究所 国家实验室300多个 反观制高却十分保守 2013年 制高在研发上的 投入为8500万元 还不到销售额的1% 2011年 制高公司亏损了1.4亿 不过 制高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搞研发 也不重视创新 而是重金聘请成龙 做自己的品牌形象大使 宣传于也改成了好工条 真功夫 可惜 成龙也没能就得了制高 因为产品的质量 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如果产品不过关 无论怎样折腾都是徒劳 也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直到2015年 制高亏损达到了6.9亿元 2016年 已经退居二线的离星号强势回归 扬言要在2016年扭亏为盈 2020年实现千亿元的销售额 但是时至今日 格力和美地早已突破千亿 而制高仍旧在2017年 闯过百亿关口后 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 2018年 国内家用空调销量 9258.7万台 零售额突破2000亿元 格力 美地 孩儿稳居前三强 市场份额超过73% 同年 制高控股家用空调销量 同比下滑21% 仅有422万台 进击的巨人再一次被击倒 李星号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到了2019年 制高直接亏损了14.1亿元 李星号也不得不以2.04亿元的价格 卖掉了旗下子公司的股权 但是 这也没能救下制高 同年5月份 制高再次出售了佛山市的物业资产 但仍难以避挽狂澜 2021年9月份 李星号被法院限制高消费 一代商业大佬 正是沦为了老赖 纵观制高的兴盛与衰落 如今陷入困境 其实与行业无关 更与竞争对手无关 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 对于制造业来说 产品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 然而 制高在过去 却片面追求规模 轻视质量提升 一心搞推销 不好好做产品研发 自己的产品落后了 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被市场淘汰 也是迟早的事 不仅如此 面对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 制高仍然固步自封 措施电商封口 步步走错 处处被动 最后无奈出局 2022年 在当地政府扶持下 制高四会制造基地投产 制高也深刻反思后 开始重新定位发展路线 能否打赢这场翻身仗 这些答案 只有未来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